花莲县吉安乡土壤肥沃 取自吉来山脉无污染的纯净山泉水灌溉农作物 所生产的槟榔山芋品质优良 二十二上午吉安乡农会举办吉安芋评鉴活动 吉安乡农会总干事表示 吉安芋头在花莲市占绿逐年攀升 香Q受欢迎 未来会持续打响吉安芋头的品牌 不要让吉安芋变成大甲芋 花莲县吉安芋土壤肥沃 吉安芋主要种植集中在南华春甘城村一带 取自吉来山脉无污染的纯净山泉水 今年度种植面积已达150公顷 年产值约1亿元 口感香Q绵密 深受消费大众喜爱 为鼓励乡内育农生产优质槟榔新芋 吉安芋农会感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随度保持局支持 二十日上午办理吉安芋品牌行销建制计划 吉安芋评鉴活动 希望他向吉安芋头品牌增加农民收益 从108年就是跟我们吉安的甘城社区 那结合这样的芋头结 那一直到今年我们是第一次跟农会这边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特色 加上我们就是吉来山这个地方的一个水质又好 然后就是土壤里面的含有的矿物质又很特别 那所以说吉安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芋头 不管在Q度还有绵密度还有香味都很有特色 那这样的农产品我想说在地的农民能够赚到钱的话 我们尽量来协助这样的一个行销活动 让这个好的产品能够推销出去 那吉安农会最近已经把他的这个触角升到那个加工的部分 那我们想说透过这个加工跟共同运销 让我们吉安的芋头能够很顺利的行销到我们各大的消费地区 那一个是共同运销 那因为它的品质很好 那透过我们冷链的这个运输的话 我想在我们从产地一直到我们消费地 它的保鲜程度会越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加工产品的这个研发 包括芋头角然后芋头冰棒芋头这个冰淇淋 那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一个产品 我想这个透过把好的一级的产品然后做先使用 然后比较有一些品质没有那么优扬的刺激品 我们拿来做加工 我想让我们整个芋头的产业能够百分之百的发挥 我想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吉安的芋头是最大的帮助 评鉴活动最后由芋农王征祥 在外观和食味分别评比第一 综合评分后荣获金牌的肯定 那我们整个吉安芋头种植的面积 今年度已达到150公顷 那全国占种的面积大概是2600公顷 所以我们大概占了差不多15分之一强 可是因为吉安的芋头非常非常的香Q 非常非常的绵密 香气更是所有芋头之最 在技术方面就请改良厂给我们农友 在技术上一些提升 因为毕竟以前传统种植的方式 连做以后都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那农民这几年他也开始轮作 跟水稻轮作 那基于农民的反应是 种完芋头的再种水稻 收成都非常非常的好 肥料也下得不用那么多 所以这就是技术调整上的提升 那另外我们在农粮署这个区块 他也给予我们很多的帮助 尤其是农药残油检验的部分 他一年给我们1000件 不用农民付费 因为那每检验一次3000块 这样子的费用说真的负担在农民身上 他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都免费替农民在采收前做检验 你只要配合我们检验的送验合格的 我们在纸箱上都会印记 先验后送 让消费者可以放心 价格自然就提高 这几年这些中央单位都给我们协助很多 那县府跟公所当然就是给我们资财上的补助 我们不管是针对吉安的箱子 吉安的装袋的袋子 那县府今年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那我们也直接免费提供给农民 就是希望说把我们吉安的芋头打赏知名度 总干事张德琪表示 未来将与金牌农户进行七座签约 所收购部分芋头将会与农会加工使用 制作冰品芋头吹粉等加工品 积极建立更多产销管道 协助农民推广打赏吉安芋头优质好名声 记者长邦彦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